全堂诗卷一二八一 奉贺圣志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流春雨中春旺之作 应志 王维 卫水自营秦赛曲 黄山旧绕汉宫邪 鸾鱼窘出千门柳 隔道回看上远花 云里地成双凤雀 雨中春树万人家 未成阳气行时令 不是尘游玩物华 全堂诗卷一二八一 奉贺圣志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流春雨中春旺之作 应志 王维 卫水自营秦赛曲 黄山旧绕汉宫邱鱼窝鱼窝出千门柳 隔道回看上远花 云里地成双凤雀露出千门柳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,弯弯曲曲的渭水迎抱着秦赛,河边的黄山盘绕旧日的汉宫,天子车架行走在半空中, 远远高出宫门的柳丛,从阁道上回身望去,玉园里繁花叉紫烟红,云雾弥漫,一切都显得飘渺,独有地成有一双凤雀,高耸突兀,春雨绵绵,树色葱龙,掩应着千家万户, 天子出行并不是为了玩赏景物,乘着阳气要把农事的政令传布 公元735年,开元23年,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,驻阁道相通,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,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,在雨中春旺复诗的一首贺作。 云里地成双凤雀,雨中春树万人家。